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The Wire China中国电缆的一篇最新独家采访 采访的对象是瑞孝俭 他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外交官 他在外交部门和驻亚洲的海外使馆曾有出色表现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驻在莫斯科 后来驻扎台北 并在一九七九年美国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前 帮助建立首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此外他还曾经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北京和印度尼西亚的最高特使 而瑞大使后来加入了基辛格事务所 并担任威尔逊国际中心的创始主任 他在一九三零年代出生于中国南京 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 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国家战争学院学习 在谈到中美关系变化时 记者问道两国之间现在似乎处于对立状态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什么 把我们引向了这里 而他回答表示这是两个因素的结合 一方面是美国方面失去了自信 用虚张声势来替代过去真正的自信和信心 即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 而且有能力做到 在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时 我们有了这种态度 九十年代我们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并因此感到荣耀 但是现在美国的政治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像乔治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说 权力使人堕落 他必须受到制衡 否则将被滥用 在国际形势也是一样 苏联一直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权力的制衡力量 现在它不复存在了 有一种方式可以替代它 而不是简单的丢弃美国利益 这将是加强国际全球体系 并确保我们有准备好的规则 并将我们自己也置于这种类型的纪律之下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 就不会去参加伊拉克战争 我们仍然可以在阿富汗进行干预 但是我们不会在阿富汗追求做二十年的国家建设 但是我们却让人失望了 我仍然感到困惑的是 为什么美国方面仍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如果权力使人腐败 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唯一的权力超级大国 在国际体系中也需要一些制衡 就像在国内政治框架中需要制衡一样 刚才我所说的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失去自信 在过去二十五年里 我们的社会分歧变得更加尖锐 当时两极分化出现后 而现在正在更加明显 川普利用了这样的事情 他成功地利用了美国的意识形态鸿沟 这削弱了我们与中国有效竞争的能力 而第二个问题是 中国以保证让美国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定义其国家目标 习近平谈到成为一个世界级军事强国 他说希望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完成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在二零四九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 拥有世界级的军队 他谈到要建立能与美国海军力量相媲美的海军 后来又发展导弹部队 利息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作战能力 还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成为领先大国设定目标 在这些领域美国历来都有优势 而现在习近平说要正面挑战我们 这是在界定中国的目标 这让美国人觉得中国正在寻求对我们在世界上的力量进行致命一击 根据我的判断 这是中国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也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犯的错误 渴望拥有一支相当于英国人的海军 而当时英国人为了保护他们的全球帝国而依赖海军 德国人有海外殖民地 但是就德国的繁荣而言 他们发挥的作用比英国要小得多 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 因此在一八九零年到一九一零年间 德国和英国就从朋友变成了敌对方 我担心的是美国对于我们管理自己的事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再加上一个正在界定其利益范围的中国 在我们享有优势的核心领域与我们对抗 这将使得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 这在美国已经引起了两党的反应 而在谈到中国的问题时 瑞孝简则表示 美国面临的问题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解决 如果我们有领导力 如果我们理解需要做什么 并且有政治基础来完成 但是中国的问题则更加复杂 比如人口问题 再比如中国没有任何天然的朋友 我更愿意接受我们的问题 而不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中国已经表明它不知道如何统治那些没有在共产党施加大陆类型的国内严格纪律下长大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统治香港 因为大陆的制度要求压制言论自由 而实时证明香港人不会这样做 没有违反北京认为对维持大陆政治稳定至关重要的规则 而北京进行了镇压 北京也不知道如何统治西藏 不知道如何统治新疆 因为他们在这些地区有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 而当他们出国时 他们不知道如何管理外国劳动力 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向非洲倾注投资时 虽然是给他们带来了新的中国工人 但是也在当地造成了问题 中国工人非然没有为当地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反而进来抢走了工作引起了不满 所以中国有很多问题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将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棘手难题 还有一个额外的难题 就是他们不能够产生合格的习近平的继任者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可能会在二零二二年的党代会上获得额外任期 甚至几个任期的原因 党的高级干部喜欢通过执行年龄限制 来实现最高领导人定期更替的制度 过去二十五年情况一直如此 但是习近平要违反这一些规则 而他能够逃脱的原因之一是 中国没有产生被视为有能力的继任者的领导人 部分原因可能是故意的 他不允许有能力的人证明自己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中国开始取消年龄限制 将有传统的老年政治问题 有些人不愿意放弃权力和特权 在中国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而最后他表示 冷战的时候如果所有的欧洲国家与苏联的贸易比与美国的贸易更多 我们就不可能在一九四八年建立北约 我们在西太平洋和东亚的所有朋友和盟友与中国的贸易都比他们与我们的贸易多 这意味着他们不希望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 日本就处在这样的两难境地 我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要理解 有一些国家我们必须与之合作才能有效与中国竞争 我们要知道这些关键国家的利益 我们正从我们的利益这样狭隘的角度来看待它 而这是失败的秘诀 成功在于找到最佳方式 将你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在东亚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被视为只是与中国竞争而已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据消息人士透露英国政府正在探讨如何将中国国有核能公司 从英国未来所有电力项目中剔除 包括原计划在萨福克郡建造二百亿英镑的一个核电站财团 政府高层的情绪变化影响到了中国通用核电 也就是我们说的CGN在埃塞克斯郡使用反应堆建造新工厂的有关提议 也对英国未来的核能计划提出了更多质疑和疑问 此前伦敦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已因为各种问题和分歧变得冷淡 其中包括香港以及对维吾尔族人的待遇问题等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去年表示 英国不能再与北京进行正常交易 到目前为止最给人注目的行动 是政府决定迫使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退出英国的5G网络 而中国和英国核电方面的合作则可以追溯到二零一五年当时达成的协议 协议得到了时任首相卡梅伦和习近平的认可 根据协议 中国和将为埃塞克斯郡擬建的核电站作为主要开发商 计划在核电站安置其自己的反应堆技术 但是该设计目前正在通过英国的监管审批程序 有相关人员表示这已经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中广核不再可能建造核电反应堆了 消息事补充表示 鉴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英国政府对华为的态度 唐宁街不会让一家中国公司来建造任何新的核电站了 英国政府消息医师表示 前首相特雷沙梅一在迫使中广核退出有关于核电站竞标的过程中 差一点就成功了 当时梅一下令进行审查并要求附加某些严格的条件 现在英国政府拒绝确认或否认政府不再希望中广核参与核电项目的说法 发言人表示英国的所有核项目都在强有力的独立监管下进行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病毒溯源有关的消息 福奇医生在刚刚过去的昨天接受CNN国情咨文节目采访时表示 民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如果不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 那么可能会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造成疏忽 他表示无法承诺今后不与中国科学家合作 他表示在与中方合作时我们一直都非常谨慎 福奇表示未来与中国合作时始终将非常非常小心进行各种审查 包括风险效益比率 他表示展望未来我们会对所做的研究非常谨慎 我们一直都非常谨慎 我们也将继续非常谨慎的对待我们的工作 而且我们愿意重新审查研究时使用的标准 无论是在哪里 SARS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 这就是原因如果我们开始在新泽西州或者是弗吉尼亚州寻找蝙蝠 那不会有太多的帮忙 让我们了解到SARS冠状病毒的起源地起源于中国 对于未来我们了解更多情况十分有帮助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家教行业的有关消息 中国近日公布有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而多家在香港上市的教育股发布公告进行回应 行动方面表示提供教育服务时将遵循意见精神 并遵守相关规则法规考虑适当合规措施 与其将与中国义务教育制度学科有关的校外辅导服务 会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但是表示公司方面正积极寻求政府当局的指导并配合行动 卓越教育则表示意见的执行对于集团的业务尚未明确 现在正在与监管沟通 此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有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指出学科类教育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等 文件还提到要求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 校外培训不得占用法定假日休息日寒暑期等 线上培训每课时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课程间隔不能超过十分钟等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路透社的消息 意大利环境生态转型部部长表示 二十国集团成员国能源环境部长在最后的公报中 未能就重要气候变化承诺措辞达成一致 他告诉记者 部长们无法就两个有争议的问题达成一致 目前看来只能在十月的罗马G二零峰会上继续讨论 最终中国和印度拒绝签署两个有争议的目标 争议点之一是逐步淘汰煤电 大多数国家希望在二零二五年之前实现目标 但是有些国家表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点则是有关于巴黎协定规定的全球升温幅度 不得超过一点五至二涉事度的有关措辞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 但是意大利方面仍然表示所有国家都认为脱炭是必要的目标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比特币有关的消息 加密货币周一突然出现跳涨 比特币最多上涨百分之十二点五 已达至六月中旬以来最高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比特币最新涨百分之七点三 已达三万七千九百八十三美元 而以太币则上涨百分之四点五 占上三周高点两千两百九十美元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天津会谈的有关消息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 在当地时间七月二十六日 中美天津会谈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左右开始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同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举行会谈 而之后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通报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会见谢尔曼 在当地时间上午八十许中方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而根据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 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同谢尔曼会谈时表示 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 其根本原因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作为假想敌 此番言论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谢峰还表示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一些人在渲染中美冲突和美国面临挑战时 提到所谓的珍珠康时刻和斯普特尼克时刻 也就是我们说的苏联卫星时刻 有一些专家学者名言美方是在把中国比喻成二战时的日本 冷战时的苏联想通过树立中国这个加想敌 重新点燃国家目标感 通过妖魔化中国 专一美国民众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满 把美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 同时谢峰还说美国全政府全社会动员 全方位遏制中国 似乎只要遏制住中国的发展 美国的内外难题就迎刃而解 美国将重新变得伟大 美国治下的霸权就可以延续 美方动辄拿中方说是好像不扯上中国 都不会说话做事了 我们敦促美方改变当前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 谢峰还说美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是想把自己和少数西方国家的家法帮规 包装成国际规则用来归所打压别国 美方抛弃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破坏自己曾经参与构建的国际体系 另起炉灶抛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无非是想耍赖想篡改规则 限制别人牟利自己是想实施弱肉强食 以大欺小的丛林法则 谢峰还表示中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 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 竞争是话语陷阱 有求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 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 封锁制裁 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 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 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 单方面受益 既要坏事做绝 还要好处占尽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东京奥运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周一的调查显示 日本首相坚以为支持率下滑九个百分点至百分之三十四 创下去年九月上任以来的新低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在七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进行的调查 有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表示 日本的疫苗接种进度并不顺利 起步缓慢 后来又供应紧张 不断打乱了接种进度 直到现在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日本民众完全接种了疫苗 而在日经新闻对下任总理看好的人选调查中 菅义伟排名只有第五 负责疫苗接种计划的大臣河野太郎则位居榜首 但是他的支持率也下滑了四个百分点到百分之十九 几乎与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平手 紧接着是日本环境大臣小泉晋次郎和安倍晋三 分别是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六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频道的其他节目